教育局已经向13个在反修例风波以来 被投诉为反操守的教师发出谴责 警告或劝预讯 局方强调教师如果涉及严重罪行 即使未被定罪也都可以被停职 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师生和家长发信 说会严肃跟进教师操守问题之后 也都向学校发信说明局方的要求 校方必须向学生明确指出 对学生的违规行为绝不姑息 而如果教师涉及严重违法事件被捕 应该立即停职 如果学校偏离指示 局方会逐一跟进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形容 目前情况极为严重和危险 局方必须采取更严厉的行动 他又说6月至今有大概80名教师和教学助理被捕 而局方接获123宗关于教师操守的投诉 大部分涉及三波仇恨言论 或者被指有挑衅行为 六成完成调查 向13宗采取跟进行动 其中向5名教师发谴责信 一人收警告信 他们如果再有失德的行为 他的教师注册就可能会被取消 另外有7名教师收勸语信 其余31宗投诉有机会成立 只是等待和考虑教师的回复 另外30宗不成立 教育局说也发现有校本教材偏颇 主观甚至涉及不正确的讯息 已经要求停用并调查校方和相关教师 目前有一名官立学校的教师被停职 而非官立学校就有一名教师被停职 两人离职 有一小部分的害群芝麻 却令到社会对教师抱有怀疑 令到一众专业的教育工作者蒙羞 被问到为什么不早些采取教强硬的态度 令教师和学生违法的情况可能减少出现 杨润鸿就说 这半年来收到较多的投诉 调查需时 并不是到现在才特别强硬 调查里面 教师也都相关的教师也都有机会去做自便 或者是一个申诉 然后教后给我们报告 我们看了的时候 我们都会考虑究竟报告是否全面 有没有再需要跟进的地方 然后我们才会再就我们看到的东西 再去跟教师给一个通知他 然后给机会他再跟我们说 局方否认是要禁止教师表达意见 制造白色红布 因为教师不但言传 他还要新教 他还要是学生的佳目 所以教师在私人空间的言行 是都需要符合专业操守的要求 当局说如果教师涉及严重的刑事罪行 或者诉讼 即使未宣判 为了确保学校和学生的安全 可按法例要求涉事教师停职 母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 这一步就应该是监制做的 并要是监制的